诈骗罪已速报 遇过这样子的邀请吗 名人开群 什么高报酬稳赚不赔 都是陷阱 最后一道防线要守住 光去年主价冠军的银行 就拦下了12.8亿元汇出 记得 没那么便宜的事 我只有这个账号 其他的都是诈骗集团 你知道连这个都是假的 AI声诚语音 一听真的是财经专家黄世聪 还放上招牌大头贴 邀请你进投资群组 但本尊世聪哥根本没在教人投资 这些都是假的 全都是诈骗 他们还会贴 我在节目上讲的话 或是贴我的这个录音档 或是贴我的影片等等 用这样来取信被诈骗的民众 有人到我网络 到我脸书抱怨的 或是到我的这个网站抱怨的 大概我已经接过 大概不下数百折这样的留言 根据内政部公布诈骗案件 发声数第一名就是假投资 最常见的就是冒用名人 银行调查也显示 有75%的民众 近三个月都收过诈骗讯息 受访者中甚至有超过三成 因此钱财损失 到底该怎么防范 最重要的是 你不要相信网友传给你的连结 网友传给你的连结 这个APP 看起来是像那个银行 或者投资公司的APP 事实上是完全仿冒的 呼吁民众三件事情 事事要存疑 投资找合法 欲诈 说出来 在社群媒体主动邀请民众加入投资 多半是诈骗的手法 投资任何的金融商品 务必找合法的金融机构 像是银行跟券商来保障自己的财产安全 银行呼吁遇到诈骗 牢记三行动 检举报案 说出来 而根据内政部警政署统计 112年金融机构 像是第一名的国泰释华银行 林贵阻拦金额就超过12亿元 可见银行吸收警政单位 共同打击诈骑犯罪 多分才能新闻 王家宏 张华真 台报导 国泰释华呼吁 欲诈骗 检举报案 说出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